星星穩穩深頭偷偷 你剛才有沒有給人家拍的 從這裡頭 有沒有 有沒有 拍哪裡 都拿出來 拍什麼 我們看一下 長得一臉斯文 卻被警方懷疑涉嫌偷拍 眼前這個男子 晚上11點多不睡覺 卻跑來東區成品書店 偷拍女生群體 當場被活帶 背包介意我們看一下嗎 有沒有什麼隱藏性攝影機之類的 介意我們看一下 這台是什麼 叫誠實行動電源 看一下 你講是就是嗎 警方仔細研究他的包包 覺得是有蹊蹺 尤其是這個行動電源 怎麼看怎麼怪 研究了老半天 發現上頭竟然有個記憶卡插槽 介意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嗎 還有記憶卡 對啊 不太像單純行動電源 介意我們記憶卡拿出來檢查一下 把記憶卡拿出來一看 這才發現不得了 原來這是一個針孔攝影機 這名偷拍狼 先在網路上購買這款 未造成行動電源的密錄器 之後就把它放在後背包 側邊的網袋中 鏡頭朝上 並且在人多的地方 把包包拿在手上 用低角度偷拍 民眾發現他行為怪異報警 而這些影像 全都成為妨害秘密的鐵證 發現到這個機器裡面的一些檔案 確實有一些照片是有用這個 去拍攝到一些女性民眾的 這個群裡風光的照片 警方調查發現 這個34歲的廖姓男子 平常在電子公司上班 利用晚上就到人潮眾多的書店 以及捷運站偷拍 初步估計已經有數十名女性受害 而且警方還發現檔案中 有多段男子與不同女子的性愛影片 畫面中女子似乎不知道遭到偷拍 警方除了將這批偷拍狼 移送法辦之外 也要積極追查影中女子的身分 同時也提醒民眾出入人多的場所 一定要留意身邊可疑人士 免得成為下一個被偷拍的對象 記者李嘉明前入合台北報導